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旧约的时候 圣父差遣他 成为同在的姨玛内里 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所以撒得拉弥撒亚本尼哥在火药里面游行的时候 有四位 不是三位 为什么呢 因为那第四位 就是神的儿子与他同在 他们在里面呢 领受了神同在的恩典 他们经历了神大能的复辟 他们亲自看到了 超自然能力在自然力中间的这种 优越的这个惨迷 感谢上帝 但是请你不要忘记 当耶稣基督的门徒雅各被杀的时候 耶稣基督没有实行圣迹 约翰被砍头的时候 上帝没有实行圣迹 当保罗被砍头的时候 上帝没有实行圣迹 当彼得被定斯利家倒挂过来的时候 上帝也不信圣迹 所以你看是不是旧约的上帝更有能力 信约的上帝现在没有能力 所以旧约的上帝圣徒受苦马上来同在 信约的上帝让你去死 是不是这样的 你说不是大概是 旧约的上帝是怕人不信他 所以快快彰显一些使人可以信他 信约的上帝看你心情坚固了不必再帮助你了 就可以节省一些行神迹的力量 吝啬一点点 是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这样 你要注意基督自己被定斯利家的时候 在各个他山没有神迹 所以这个对犹太人是个半岛的地方 对外邦人是个讨厌的地方 斯利家是半岛的地方 斯利家是讨厌的地方 所以你跟人谈到基督定斯利家的时候 你花了九牛二夫之力 很难说服有理性的人接受 这是上帝救赎人类的办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 十字架各个他山是没有神迹的地方 各个他山是没有能力智慧的地方 所以各个他山成为上帝的异作 成为上帝的软弱 但是保罗说上帝的异作比人更有智慧 上帝的软弱比人更刚强 这就是奥秘的 在苦难中间的弥赛亚 怎么样呈现上帝自己的 反核心的这个吃不透 丰盛真理的奥秘 The unsuchable richness of the wisdom and mystery of the paradoxical truth of God 就在救恩里面 感谢上帝